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寿收入美,我是长老师 我现在在美国的凯迪美容大学的校园里 今天是美国的时间的9月9号,国内的9月10号 是中秋节和教师节 在这儿祝大家中秋快乐和家团圆 如果是孩子在海外读书,家长在国内的 那么也希望你们是能够通过千里明月寄相思 能够网上来团圆 在美国是不过中秋节的 教师节也是中国的节,也不过 但是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对教师节的体会 想到这个话题 也有一个原因 明天9月10号这一天的上午7点半 我的两位老师 一个是许卓云先生 一个是余敏红 那么会在抖音吧 余敏红的那个直播间里会做一次这个直播 主要呢是讲 叫往里走 判断自己 这个活动呢 我也是参与来策划了 能为我这个两位老师出一些力呢 我也很高兴 那么作为老师嘛 对吧 在咱们古人说呢 叫传道授业解惑 到自己呢 在这一路中呢 也遇到很多的老师 比如说呢 像余敏红 当时我们出国的时候 在新东方上的那个GRE班 就是余敏红老师亲自在台上 那时候还教的 那是可能94年吧 所以呢 那这个是授业 对吧 那么后来呢 我有很多场合 在中国 在美国呀 和余老师又相见 他是非常让我佩服的 另外许卓云先生 那么他呢 实际上是我的这个传道的这个老师 其实规定很多的老师都能说做到传道这一步啊 传道的话 你真是得有道啊 你得是有大智慧的这样的老师 那么呢 许先生在我个人的发展 或者在后人教育的这个发展过程中 都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指引 比如说呢 像后人的这个名字 还有后生利用 人民爱物 还有呢 我们的教育的这个宗旨 是发掘潜能走向优秀 这些呢 都是许先生给我们的这个教导 在成长道路上呢 能够遇到许先生这样的 这个能够传道的这样的老师呢 确实呢 也是我个人呢 也是我们后人教育的这个荣幸 那我想呢 我现在呢 也是老师吧 那么别家长见我都是也说成长老师 那我自己呢 肯定是没有达到传道这个级别 那么授业呢 我呢也不是像那时候像余敏龙老师亲自上台去讲这个单词啊 讲这个GRE啊 我呢也很少亲自给学生来讲课 那么即使我跟学生跟家长沟通呢 其实呢 是在这个第三个层次 主要呢是在解惑 这里边解惑呢 其实呢我认为对孩子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是你到了这个CMU对吧 这么多的这个学生 每个学生都有每个学生自己的特点 有他的背景 有他的兴趣 有他未来的梦想 那么呢 现在的这种学校啊 专业啊 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啊 其实更加的复杂 更加的盘根错节 更加不容易一下看得清楚 那么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像我和我同事呢 那么就会根据学生的情况 根据呢 我们对现在的这个教育的项目也好啊 这个学校也好啊 就业的状况也好啊 那么给学生呢 具体的这样的解惑 具体的这种推划 具体的支持 那么这个工作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学生的这种具体发展的这个道路上呢 有这么一步一步的往前来走 而且呢 一步一步的根据他的发生的事情呢 来调整我们的方向 而且呢 我们是按照一个大的一个计划来往前来走 我觉得呢 这个方面呢 其实呢 我们是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学生的 其实如果呢 见到的这个学生 我帮助到的学生呢 也有是纯学吧 比如有 美国课都是4.0的 那么呢 也有呢 是非常的学渣 就是 可能一半课都不及格的 也有这样 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学生 但是呢 你毕竟呢 你的现在当前的条件 你是 比如说才是18、9岁啊 到海外来读书啊 或者呢 你即使在中国 比如说读完了 这个本科 你来读硕士 还有的学生呢 即使你在中国读完了硕士 或者工作呢 你来美国读博士呢 那么其实呢 你对这个 美国的本地的这种 条件 这种环境 它的这个 学校的这样的喜好 各个科系的特点 你可能呢 是不是非常了解的 或者呢 是说呢 你到了这个学校的环境里面 我该如何的适应 该如何更好的来成长 该如何更好的能够 抓住这个机会 咱们所说的 这个发掘潜能走向优秀吧 就是呢 咱们说的俗一点 对吧 我进了CMU 读了硕士了 那么是不是能够 找到很好的实习 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 将来呢 咱说 能进大厂 不管是美国大厂 还是中国大厂 那毕竟呢 是能够要你 对吧 但有人要你呢 当然得是你 知道怎么把自己 能够表现得更充分 对吧 更丰满一些 那么这些地方呢 其实呢 很多同学呢 他是没有这样的这个经验 或者说呢 是有很多的这样的疑惑的 所以呢 在这个领域呢 我呢 和我的同事吧 一直呢 是当着同学 在做这些方面 你说呢 叫就算是高中的规划 本科的规划 硕士的规划 甚至博士的规划 还有呢 是尤其现在呢 是我们做的很多工作 是就业的规划 这个双螺旋 就是你学业上 和就业上 同时来提高 那么在这些方面呢 其实我们给学生呢 是解决了非常多的 这种实际的 这样的问题 那你最后呢 他结果是说 我拿到了明晓的录取也好 拿到这个公司的offer也好 或者就是说 我就算拿到了一个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面试 那这些呢 其实他都是 一步一步的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过程中呢 那我们呢 其实呢 就是相当于是 这个教练员 或者是队一 能够来帮助这个同学呢 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表现的更好 所以呢 在这个层次上呢 我觉得呢 我们呢 还是尽心尽力吧 做的非常的不错 那么呢 也能让一些学生呢 得到非常满意的 这样的成果 这种效果 那这样的一些进步呢 其实呢 是一直呢 来督促着我和我的同事 前进的这样一个动力 所以呢 我们不敢说呢 像许中文先生这样子 有大智慧 对吧 能够指引这个很多人的这种方向的 或者呢 也没有呢 说哎 像余敏洪以前亲自上讲台 来这个 做这个 授业 现在余敏洪老师可能也是更多的去传道了 对吧 那么我们呢 做这种基础的教育的 这个支持的工作 教育的顾问的这样的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呢 是通过一个有效的一套方法和体系呢 来帮助同学呢 来规划 来逐步的解决他的疑惑 让他能得到更好的进步 有更好的这个发展 这样呢 也是不愧别人叫我们一个生老师吧 那我们作为老师 甭管是大教授大院士 还是呢 这样的教育顾问 其实呢 最后都是希望 孩子呢 能够更好的成长 能够呢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比今天好 最后呢 就且能走向优秀 这是我们作为老师 我们的前进的一个动力 今天呢 又是教师节 又是中秋节 所以呢 也跟大家来聊一聊 自己呢 作为一个老师的 这个一些想法 我也希望呢 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我同事的 我们一起的努力 能够帮助更多的留学 美国的学生呢 能够走得更高 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 好的 那今天就讲到这 最后呢 还是祝各位中秋快乐 所有的家庭呢 都能够平安 能够吉祥团圆 好 也祝天下所有的老师 教师节快乐 好 那今天呢 我在CMU的校园里呢 就聊到这 如果呢 你在留学每个过程中 升学啊 转学啊 学术辅导啊 就业指导啊 未来的发展规划呀 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不想答正 都可以让后人教育 我们一定尽我们的权利 来帮助学生呢 发掘潜能 走向优秀 好 今天聊到这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